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08集 有本事 再来一个 有个屁的机会 听到四周人的话语后 白小春怒骂了一声 对于那几个露出振奋之意的天侯 牢牢记在心底后 更是狠狠的瞪了赵雄林一眼 他觉得这赵雄林实在是太可恶了 必须要让他每次看到自己都立刻跪拜 但此刻 他没心情太过理会赵雄林 转头时 白小春目不转睛的望着苍穹 只见这苍穹中 此刻云雾消散出现了无数闪电 这些闪电发出滔天雷鸣的瞬间 如同万蛇起舞 直接就撕开了云层 在皇宫的上方忽然爆发 远远一看天空好似成为了雷池 这雷池更是飞速的扩散 眨眼界竟覆盖了大半个奎黄城 这一幕天空的异常 立刻就引起了奎黄城内所有人的注意 每个人在看到后都灭色大变 晒康一般 很快的 整个奎黄城内哗然四起 废返迎天 这里面最激动的就是炼魂师 他们一个个目中露出狂热 看着那魂火节激动到了极致 天哪 这是真的地痞魂火节 只有成为地痞炼魂师 在第一次炼制出十八色火时 才会出现的魂火节 度过此节十八色火形成 此后再次炼制十八色火 就不会再出现 这是谁 是哪位大师在今天 寄生地痞 一定要成功啊 一定要成功 只要成功 我奎黄朝如今 就能出现第四位 地痞炼魂师了 全城轰动 净乎议论声音之大 形成了阴朗 喧天而起时 也被人传出了奎黄城 使得在整个蛮荒都引发了轰动 孙一凡与司马涛二人 在知道了这件事情后 二人都猛地冲出所在巫舍 直奔传颂阵 他们的激动更是远超其他人 一定是白昊大师 一定是他 不仅是这二人如此 此刻整个蛮荒中 所有的悬痞烈魂师都疯狂了 一时之间 奎黄城的传颂阵不断的闪耀 一个又一个玄痞烈魂师都如同朝圣一般 齐齐涌现 他们要去看一看那地痞昏火节 这对他们的突破有太大的帮助 在这整个蛮荒都震动时 白小春面色越发凝重 他知道十八色火有雷劫 可却没想到 这雷劫看起来居然如此的声势浩大 真人心魄 这我说是真的妒解失败 那就玩完了 白小春一想到这里 心肝都颤了一下 呼吸也都急促起来 而殿内的其他人 眼看有峰回路转之急 纷纷目光闪动 心中从绝望里迸发出现了希望 我就不信 十八色火我都炼出了 这区区魂火节 还能真的灭了我的希望 白小春双眼猛的睁大 立刻就取出一枚造化丹 没有半点迟疑 吞了下去后 修为瞬间恢复 整个人目不转睛 他心中也是有些把握的 这把握不是来源他自己 而是眼下他所在的 天尸殿 十八色火的天洁 其威力之大 惊天动地 一般来说 除非是如妙家老祖般 有祖传之法 拖延天洁 否则的话 玄品巅峰烈魂师 在炼制出十八色火的时候 都会寻找一处 可以抵抗天洁的 闭关之地 要么不知阵法 要么就是请人来相助 而对于一个 能炼制出十八色火的 烈魂师而言 想要请人帮助 实在是太容易了 也有太多的强者 愿意这么做 结下善缘 可从魁皇朝搬迁到了蛮皇后 迄今为止 一代代所有最终 晋升地品成功的 裂魂师没有任何一个能像今天白小春这样具备如此的抵抗天洁的手段 他的手段是天师殿其本身的惊天的防护就在白小春宁神看去的刹那 轰鸣巨响越发强力 在那不断的回荡中 苍穹上覆盖了大半个魁皇城的雷池 猛的就波动起来 随着波动 其范围肉眼可见的 骤然收缩了一大圈 随着收缩 可以看到 无数的雷霆 如银蛇般 在这雷池中急行 向着中心去 刹那凝聚后 似融合了无数闪电 最终形成了一道水桶粗细的惊天雷霆 在一声滔天轰鸣中 向着天师殿轰鸣降临 正是地痞雷火节 远远看去 那道水桶粗细的雷霆 如凝聚了无上之意 在那撼动天地的轰鸣中 直接就轰在了天师殿上 这一击 气势磅礴 使得天师殿都震动了一下 爆发出无限的神采 这神采五光石色 扩散四方时 竟抵挡了这天雷的爆发 空明中 天师殿毫发无损 至于那天雷 自己却崩溃开来 化作无数银色 似要钻入天师殿中 但最终 却没有任何一道银色成功 全部消散 白小春眨了眨眼 侧头看向坐在天师椅上 向着自己微微一笑的大天师 而四周的那些天猴 则是彻底傻眼 尤其是赵兄弟 更是呆了一下后 面如死灰 他们甚至连抱怨的话 都不敢说出 蠢货 陈好松内心冷横 这道理不需要去琢磨 就能看出 大天师必然会愿意 再出现一位地贫烈魂师 而且 是在自己的支持下出现的 这种恩惠 在眼下这个危机中将会极大 白小春也明白过来 目露感激 向着大天师抱拳一拜 可心中 却不再是如曾经那样 生起感动 白昊的事情 让白小春也成长了不少 知道了大天师的心中 价值胜于一切 可就在很多人认为 天结结束时 那苍穹的雷池 竟没有消散 而是再次翻滚 这一次翻滚 更为的狂暴 眨眼界 苍穹的雷池 在那翻滚中 又一次收缩 这一次收缩的范围之大 几乎是从原本 覆盖了半个奎皇城的范围 骤然缩减到了 只覆盖皇宫的程度 而在这种 让人窒息的收缩中 吸收而来的闪电 威力之大 数量之多 远远的超出了之前的 第一道天雷 轰轰之声 回荡在苍穹中 柔颜可见的 那数不清的闪电 一时 全部被凝聚在了中心位置 那里 似凸起了一个 半圆形的雷圈 在那雷圈中 所有凝聚而来的闪电 彼此不断的被融合下 形成了一道 黑色的天雷 黑色的天雷 一股超越了天人出气的威亚 在这一瞬 从这黑色天雷内不断的爆发出来 越来越强 到了最后 直接就到了天人大圆满的程度 这一幕 让魁皇城内 所有人在看到后 都禁不住连连吸气 心神纷纷被强烈的震动 这地品雷火节 怎么与记录中的不大一样 天哪 这种天节 曾经的那些地品雷魂师 他们是如何低档的 白小川也有些傻眼 但也没多想 琢磨着 有天师殿扛着 应该没事 可警惕却没有减少丝毫 眼看着苍穹上 那黑色的天雷 此刻发出巨响 本雷落下后 他全身修为运转 全身灌注 那黑色天雷 竹然落下 直奔天师殿而来 几乎在他到来的刹那 天师殿上 神采再一次绽放 形成了一道五光石色的光幕 不是单纯的防护 那光幕更是爆发 竟是去主动的碰触落下的天雷 刹那间 双方就碰触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震耳欲聋 传遍整个溃荒城 天师殿的光幕 猛的震动 有些扭曲 向下凹陷了大半 可那天雷 确实在碰触光幕时 似乎承受了惊人的反弹 正在不断的崩溃 最终 无法穿透光幕 溃散成 无数弧形闪电 顺着光幕 扩散八方 使得半个皇宫 都成为了雷帝 而那如今 只剩下皇宫大小的 苍穹雷池 此刻 也出现了消散的征兆 眼看如此 白小春立刻抖了起来 振奋无比 觉得这么好的机会 自己此刻 必须要说出来 来显示自己的气概 于是狂傲抬头 向着苍穹一指 大吼了一声 来啊 有本事 你再给我来一下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此专辑 请订阅此专辑 请订阅此专辑